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最近我有收到一些困難 說我們的工作環境很不友善 怎麼可能 我們是工作環境最友善的 大家都這麼熱情 可是 每一個指控都好像是在說你 說是他愛穿背心 說是老天兒 不是你是誰 不是 因為我 我要去隔馬蘭克運上班 對不對 你們要體諒我 而且這些行人 我每個都把他們當兄弟一樣 我都把肺腑之言掏心掏肺的告訴他們 像是少俠 這麼不幽默的人 他怎麼寫情境許趣的腳本 像那個杜莉 他的膚色已經弄到 生到有病態了 還不去打美白針 我都苦口婆心跟他們講 我還不夠友善嗎 謝謝 有時候工作環境真的不友善 是還滿痛苦的 你不覺得嗎 所以今天觀眾朋友 最喜歡的各國的排行榜又來了 對啊 好不好 我們要來聊一下各國的工作環境 到底有多友善 沒有你的地方都有善 謝謝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了 對各國的福利 羨慕嫉妒恨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台灣團 當然拋下高福利高優惠 選擇來台灣 到底幹什麼 我們的聯合國新南 為什麼 最近台灣盈利益修的政策 吵得是沸沸揚揚的 許多人都開始比較 國外的工作制度 真的國外的工作福利 有比較好嗎 今天就請新南們 來為我們揭秘吧 我們也是做的這個 針對街坊呢 來做的這個排行榜 哪個國家的員工 最幸福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了 趕快來看 從第三名看起來 我們都是要從中間開始看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名是誰呢 誰啦 誰要抖什麼啦 你說這個工作環境有上嗎 抖什麼啦 這是什麼工作環境 專業一點 故意把它黏得很緊 讓主持人出糗 這是什麼工作環境 穿小鞋啦 欸 瑞典才第三名 瑞典不是福利也好嗎 我以為他成第二名吧 我們來看一下VCR啦 瑞典他們其實員工的工時 好像本來就不長 然後價蠻多 然後最近又聽說他們就是 又要再縮減工時 就覺得他們還蠻爽的 就是有超過一年的運營假可以請 然後運營假的話 還有薪水可以領 所以我覺得是瑞典最幸福 看過新聞報導說 好像有16個月的育嬰產假 放假服務也很好 而且7天如果 並假7天好像才需要證明 7天內好像不用證明 因為瑞典的勞基法 就是很保障勞工他們的福利 就是他們不用出示太多證明 就可以讓他們 就蠻輕鬆的請假 而且公司還會提供一些早餐 跟健身房的服務 所以如果是我 我也會想去瑞典上班 阿諺先生請問一下 我們上次說瑞典有 那個什麼產假 對不對 生完小孩之後可以放到一年喔 一年半 一年半 6個月 而且老公也放喔 對 一起放對不對 他們又固定說 像我同事以前說 他老婆要生小孩 然後我想說 恭喜你 你是要去陪他嗎 還是怎樣 因為他好像也要走了 他就說 對啊 我下午請假 然後我要去陪他10天 陪他10天 這什麼意思 他就說 就是 正要生的時候 就那段時間 媽媽可以請60天 然後爸爸同時 就是為了陪他 可以請10天 所以就是還有 額外的480天 是生了小孩之後 就480天 然後那480天 前面的180天 是分90天 是給爸爸 90天是給媽媽 然後額外的300天 自由安排 隨便 可以全部媽媽 全部爸爸 你可不可以來 當我們勞動部部長 不是 我不能想到 如果這樣的話 就是去瑞典 然後就一直生小孩 生他的五胎 我就可以都不用工作了 對啊 可是如果我們不是公民的話 應該就沒有這個 公民沒辦法 像酸胞胎 你就有一輩 一輩這樣 有 好厲害 有 酸胞胎就兩年就對了 兩年 等於三年 一年半一年半 生個三胞胎五胎 那等於終身奉已經領到 對啊 都是養你五年耶 對 而且他的薪水是照付耶 對不對 照付嗎 半薪嗎 對好像是有高 打80還90%之類的 就是有薪這樣 很好耶 就等於打八折九折這樣給你耶 對啊 所以在瑞典 大家都願意生小孩 對不對 對啊 連我女朋友就是想要過去生Baby 然後再回到台灣這樣 哇 Julie姐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跟我搬去瑞典一起生小孩 我 我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是剛剛怎樣聽到這個 你現在是在約我嗎 你現在是在約我嗎 要我約嗎 我們剛剛從來都沒有在聊這個 對啊 我們沒有在聊這些 是他在約的 好啦 我沒有用指他聊這個喔 對啊 你不能為了要有話題這樣講 這樣很奇怪 請問一下瑞典是真的 你們自己當地人 你就會覺得我們瑞典真的福利 真的是比比他國家好嗎 其實如果你一直都知道瑞典的話 你會覺得很一般般 西中平常 對啊 你就是出國過 你才會發現說其實瑞典都還不錯 不只瑞典 我曾經在挪威 住過一整年 那其實不管是挪威 但瑞典也好 就所有 所謂的北歐國家 他們福利都非常非常好 那我覺得說你要看細節 像那個小蓮哥剛剛說的 就是孕假不只媽媽有 可是爸爸也可以請假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小蓮哥應該很清楚嘛 對啊 媽媽生完小孩出來 除了爸爸媽公阿嬤也放 哪有 現在是阿嬤懷孕了是不是 你那邊有那個 瑞典的公食福利是不是 有 我看一下 為什麼 工作內容是一週四十個小時 一週四十個小時 就 一天八小時 對 就因為中午休息一個小時嘛 因為他只有工作禮拜一到禮拜五 一夜 八五四十嘛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包括那個一般的假日什麼 然後跟你一起休 然後把那個休假假起來 就一百四十天嘛 那請問一下你們一天 比如八點到五點 中間中午休息時間多久 對啊中午有休息 通常就是一個小時 有一些是一個半 但是比較少啦 對 兩萬八千一百六十六瑞幣等於 大概台幣多少錢 乘以大概三點五 八萬 三點五 是七萬多 才三點五 這是三點五 一個月吧 一個客人 就是三點五台幣左右 一比三點五 對 快十萬 十萬 只是快十萬 平均耶 那是平均耶 哇賽一天幕 八個小時中間空掉一個小時 空一個小時 然後又十幾天的假 禮拜一到禮拜五 對 不用加班 對啊 平均休假三百四十四天 多好 是一百四十四天 三百四十四天幹什麼東西 三百四天 對啊 我們來看第四名去 他的下面一名會是 德國 德國 我們來看一下 中間很強耶 之前有朋友去德國逛街 然後就是他們的店家都 就其實滿早打烊的 大概七八點左右就關門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工作時數 應該是比較來說是比較短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滿幸福的 我之前有個德國的朋友說 他們就上班的時間是九點到五點 他們中間是有三個多的小時 是午飯時間 所以是挺好的 我聽說他們只會加薪不會減薪啊 然後就算破產政府也會點錢 因為我之前去德國是留學過一段時間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基本工資很高 所以他們的員工應該比起台灣 幸福滿多的 他們一年好像上班只要一百八七天 你看 上兩天班就等於可以休一天的假 我一個月才休七天假 根本台灣勞入命 他們就是幸福 沒話說 剛講的你都同意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我們中午休息時間 不會到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不可能吧 大概一個半一個半小時左右 差不多 一個半小時吃了一個香腸 是這樣子嗎 還有喝啤酒 還有喝啤酒跟醒酒的時間 德國平均一年休假是一百三十五天嗎 差不多 因為我們週末都不用上班嘛 一般的公司啦 然後我們還聖誕節啊 復活節要休假 也可以放假 然後我們另外還 一年有一個月的假可以請 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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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算是什麼假 就一般請假 就特休 特休啊 那你們那個生小孩呢 有像瑞典那樣 生小孩我們有 總共有三年可以請 父母 兩個父母一起可以三年 三年啊 三年 對 孩子滿三歲 你才需要繼續上班 那你們生小孩福利比他們好啊 所以我就覺得你們拍十四年 就很奇怪 對方問誰啊 這不懂 小孩要到三歲才能 就訪問香港人啊 就好 對 那那三年可以領薪水嗎 領薪水好像有三個月 三個月都有薪水可以領 只有三個月 那個還是可以打九十 對啊 他們錢比較多 他們剛剛還有講到一個重點 你們不會減薪 只會加薪 只會加薪 台灣人會減薪嗎 會 還有五次假 好恐怖耶 你知道有的主管就是很 很可愛 說出來 說出來是誰 你又說出你的心聲 我們跟瑞典其實很像 大家都知道瑞典的福利很好 可是其實德國的福利跟瑞典真的差不多 對啊 他的主持人大概多少錢 你現在多少錢 終於找到 去義大利花草 要訂機票了是吧 大概德國的主持人 是你們一個月 一集一個月的薪水 我們現在義大利的一個節目 一個主持人 一集 九萬歐元 一集喔 把我訂票 三百多萬 你得先學義大利 我沒有騙你耶 你穿這樣除了義大世界以外 你想去哪 義大利王 所以德國還不錯呢 德國還有更多的福利 德國非常注重家庭的那個保護 所以如果小孩子生病的話 負面可以請假兩個禮拜 真的喔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然後知心 可是這個有一個問題 有一些人會濫用這個 像我的一個德國朋友 他是一家公司的總經理 然後他的一個員工 他請假兩個禮拜旅行 這個是可以的 合理的 因為他提早講 老闆可以安排嘛 但是問題是他們就是 那兩個禮拜 工作會累積比較多 然後他回來之後 第一天就說 不好意思 我的孩子生病了 我要再請一個禮拜 然後他 他就是 那現在呢 我們的工作怎麼處理 他回來 另外一個 呃 員工也想請假 所以他就是根本 忙不過來 他不需要出什麼 他完全不能說什麼 他不能說不行 你要繼續工作不行 大家不需要出什麼 不需要 不需要 自由行證 真的喔 你有你的醫生 你說那醫生請幫我開一個 然後他就給他看就好啦 所以他不用交代得清楚 他只要說我小孩生病 就可行 對啊 沒辦法 那個醫生怎麼連絡 那醫生怎麼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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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直接跟老闆講就好啦 哇塞 天啊 就是這樣 就是問題是工作還是要做完 所以你看 另外一個就比較累啊 對啊 德國真的很蠻幸運 你是老婆懷孕的時候 他們是一般的人會 大概是14個月 休假耶 但是不是老婆而已 他們也會分享 所以老公跟老婆都會休假 我們法國沒有那麼好 然後就是老婆當然會休假 但是老公就沒辦法 那跟我們一樣啊 對啊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這是在跟德國人結婚 他們住德國 然後大老婆是休假八個月 然後大老公也是休假六個月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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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很羨慕耶 我老婆生小孩的時候 我沒有休假 所以法國只有太太能休 先生不能休 不能休啊 你可氣一個也去生小孩 怎樣生小孩 對 就是休那麼久 爸爸真的有在幫忙顧小孩嗎 會 一定會 真的會 而且沒有真的 德國爸爸非常喜歡 因為那個德國爸爸 他沒有理由了 因為他不用上班 對 每天在家一天啊 是 我們像週末也都很愛 帶小朋友出去玩 爸爸跟小孩可能踢足球 像我爸爸小時候也是 對啊 或是也是煮飯 其實德國爸爸也蠻喜歡煮飯 我覺得 了解 好幸福 但我們現在看第二名是 前面看一點啦 到底會是 美國 YC可能嗎 怎麼可能 是第二名耶 有可能因為他們很講究人權 對 我們來看一下VCR 我妹在美國念書 他們竟然可以就是 在上班的時候帶寵物去 然後寵物還有保險 因為之前我朋友他在美商公司 像公司就有提供免費的咖啡跟零食 可以就是讓你自己去取用 員工旅遊的話 他本身就是不會扣你的休假 然後包吃包住這樣子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他在美國上班 他們上下班都不用打卡 然後而且他們都不用加班 最後一個走的是六點 晚上六點 所以我覺得超free的 因為我記得美國好像是 一年就是五天的那個病假就是一定要請 你如果去的話他們會覺得說 他們不會覺得你特別勤勞或什麼 他只會覺得就是 可能你為什麼不在家裡休息這樣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朋友在美國上班 然後主管開會前就會問大家有沒有空 會等大家的時間忙完再開會 謝謝你 你現在是什麼主題 哪一個 最幸福 我跟你講 日本真的還很不幸福 謝謝 不好意思 針對剛才大家說的美國員工 第一 辦公室可以攜帶寵物上班 這個我沒有聽過 但是應該是有幾個 比較特別一點的一些公司 會有這個福利吧 什麼意思 你要帶你小朋友去喔 可不可以 可以對不對 現在立法院不是有開那個育嬰班 育嬰班 準備要去 但是我以前真的是帶 那個我家的黃金獵犬去上班 蛤 對 因為他鼓勵你去上班 他們發覺說 你如果帶這個寵物去上班的話 你的工作的那個效率會提高 因為你不用每天在那邊打電話說 誒誒誒什麼怎樣 而且家裡的全部的人會和樂融融 所以我真的看到每個還有帶蜥蜴的 然後還有帶我真的看到 帶蛇的 帶鸚鵡的都有 那應該不是每一家公司吧 當然不是每一家 但是如果有的話 基本上來講的話 那一家公司其實會 那個工作福利會 被RANK比較高一點 所以那個公司就變動物園了嘛 那我家也有動物園 還有美商公司不需要上班 上下班打卡 我不知道要不要打卡 但是你可能就是 例如說你在辦公室裡 一等金金去你的電腦 對耶 差那個網路就知道啦 隨時隨地都會上 有的是插卡 有的是我的電 個人電腦 我有我的密碼 我密碼一KIN 我就來上班了 你上線了對不對 還有剛才講到一個 我覺得很扯耶 那個主管你有沒有太人心話 要開會前還要先問你有沒有空 你還在忙其他的事情 然後老闆說 你今天要把這些事情弄完 那他就說現在開會 那你要怎麼弄完你的事 沒有台灣人現在開會就現在開會 老闆最大 所以才會變成你們要多加班啊 對啊 美國不行 你多加班 就是要哪加班費啊 1.5倍 聽起來 不會啦 美國人很認真好嗎 那杜莉我們可以看一下你的那個 好啊 統計表 工作內容可自由分配 一週四十小時 跟瑞典一樣啦 對啊 最多四十小時 八小時五天 那中間呢 午餐休息 就是一小時差不多 差不多 對啊 一個小時 而且他這個自由分配 不一定是朝九晚五喔 他可能說前三天已經上滿 四十個小時後面可能就不用來了 或者說打場一點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自己分配 對啦 其實可以 有一些公司可以選 大部分現在有 就是很流行 大家都先上四天的班 然後一天十個小時 然後這樣子你可以 現在台灣就不行這樣 連休三好 欸 那這個是錯的吧 平均休假 一年有124天 放得比台灣還要少 還要少啊 台灣128 台灣128是有在放嗎 對 但是看放得到放不到 因為很多特休是七天 但我說真的很多這些 現在的公司人 我有問過很多那七天 根本都不敢休 修不到啊 修不到然後累積累積 後面就直接沒有 有些想說還可以換錢 原來是連錢都換不到 就直接沒有 那一休就不行了吧 對 一定可以休 對 一定可以休 都沒有嗎 平均薪水差不多 欸 這裡寫錯 三千 是三千美金 這裡是我自己的三百美金而已 不好意思 你說 平均薪水是什麼指揮 像他剛剛講說 少佳說是剛出社會的新鮮人嘛 三千美金 對啊 就是一般上班族 就差不多這個 就是大學畢業出來工作 就有三千 應該是差不多吧 也九萬多 也九萬多 九萬多啦 因為他們那個保險會稅 就扣一半了 對 他們要扣很多 你要扣稅啊 扣稅 美國的稅很重 很重 二十幾趴 哎呦 起跳 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請假的話 還有薪水嗎 請 就是你要看你怎麼請假啊 就是你有兩個禮拜的時間可以請 兩個禮拜以後就要扣了 對 就是 所以兩個禮拜特休就對了 對啊 就是特休兩個禮拜 這樣子 請病假呢 也有 病假就是一個月有兩天 那如果就是 如果你沒有需要 就變成你可以 把他移到下個月去 例如說一月有兩天 沒有用完 就是二月就有四天 就很自由分配啊 對 很自由啦 但是到了十二月之後呢 如果變成一月 就要從你開始 重來 就不算了啦 所以說病相也有錢拿 是他百分之百嗎 對啊 全息啊 那生小孩呢 生小孩好像是 就是他沒有拿到薪水 但是他可以 媽媽可以休好像九十天 美國他們還有一個 還滿有趣的事情 他們好像常常會辦那種 就是說 今天特別是什麼 媽媽天或是爸爸天 他那天就可以帶小孩 帶小孩 對 到公司去一整天這樣子 對啊 這種很好玩啊 就是你可以就是 介紹你的小朋友 你的工作的 帶小孩來 信任的東西是什麼 對啊 帶你小孩去 我覺得他們這裡還滿棒 而且爸爸媽媽也會去學校 對不對 就講你自己做什麼career day 我以小孩一帶來說 奇怪 怎麼這個小孩 長得跟主管好像 喂 不是另外的姐姐 你為什麼都要想到嗎 不是另外的姐姐 你剛剛在休息室喝了多少 對 而且我遇過一個比較奇怪 奇特的狀況是 那個時候我們的公司有請一些 比如說波多黎哥啊 或那個墨西哥 比較南美裔的開司機的 當司機 然後因為他們那個 所謂的薪水比較便宜 也比較刻苦耐勞 可是有一次呢 一個公司的主管 一個白人 猶太白人 在這個開會的時候 就看著那個波多黎個人 就講說 You being counter 就是你們這些 薯豆子的人 你知道嗎 薯豆子的人 對他們這些白人來講 是對這些中南美洲 偷渡人來講的一個 非常不好貶低的意義 因為他們很愛吃那些 豆子類的嘛 所以他們就說他們長在偷渡的時候 就會薯豆子 就有點像貶低人家的意思 然後那位猶太白人 也只是個開玩笑的意思 沒想到那個波多黎哥人 當場就走人 走人就算囉 隔天律師函就來公司了 但我們一般如果在台灣 我現在想要講比較是台灣跟美國 如果是在台灣的話 我可能就告 比如說小梁哥的話 我就是告你嘛對不對 就說你要賠償我多少錢對不對 他來的時候 公司律師函一看的時候 我嚇一跳是 不只是告那位白人 還告了這個公司 因為他覺得說 這個公司沒有提供他友善的工作環境 因為美國任何一個公司 都應該提供一個種族 友善的一個工作環境 所以我可能告你 可能只是告了十幾二十萬而已 但公司才有錢啊 所以他靠公司告 就告了幾百萬美金 我也覺得美國是非常好 是因為跟日本比起來 就是日本是那個上下 那個上司跟部下的那個關係 非常嚴重 對 不能反抗那個上面的人 那但是美國是有點像 大家都 朋友 對就好朋友就跟上司 可以講自己的意見之類的 所以我現在那個日本的朋友 在美國上班 他說就是 美國時間下班到了 時間到了 就好 我結束了 拜拜就可以走了 可是日本人不敢這樣做 就是老闆還在 就默默 默 明明就結束了 但是他不敢 裝忙 對 然後要等到那個老闆走 然後才可以離開 其實裝忙很辛苦 最累了 最累 裝忙是最累的 很累就是你 你分享幾招以前你在公司 沒事找事做真的很累 你找了什麼事情做 就是故意上上網啊 然後打打電話 就是老闆在窗外就看到說 這個人還在做事 其實也是 浪費公司的電話費跟電話 時間廣闊 而且我覺得 在美國呢 他們的這個升遷管道 是相當暢通的 不是像我們在台灣 可能做牛做嘛 做一輩子你還是個小職員 像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她在台灣 她可能就是那種上班 上下班打卡 然後每天殺時間 等著要嫁人那種女生 她就有一個機會 30歲的時候 她就被調到美國的矽谷上班 然後你知道她上班 她突然間到美國 她變了另外一個人 她以前是混吃等死 就在混 然後等著下班時間 就走了 她到美國她變得很上進 很認真 然後假日會自己去圖書館進修 然後把工作帶回家裡做 我就說你幹嘛啊 就隨便就好啦 結果她就說沒有 我這麼努力 對 是有機會的 我是可以換到機會的 老闆願意給我機會 短短她以前在台灣的工程師嘛 大概是五六萬的薪水一個月 短短到矽谷七八年 她現在已經變成 她們公司的女強人 總工程師 一年的年收入是200萬的台幣 所以她就跟我講說 她覺得在美國 是一個很開放的社會 只要你有努力 人人都有機會 她就是努力 她打造她的工作效率 沒有任何人逼她 她主動性的充實自己 結果最後她看得到 她的未來就在那裡 其實美國是滿肯砸錢 其實歐洲也是啊 滿肯砸錢培養人才 你敢做的話 對 因為我們會希望 你的員工變成越來越厲害 他們會鼓勵你做這些事情 例如說 如果你要回去上課 念大學或是念碩士 會幫你出錢對不對 她幫你出錢 如果是跟你的工作有關係 公司幫你出錢沒有差 她等於幫你看 當作雞優谷在... 對... 很有未來 看得到未來的 是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第六名 直接看最後一名 最後嗎 這樣好嗎 你不意外 合理嗎 非常合理 我們來看一下VCR 因為他們上班時間 都是很準時的下班 然後不能超過 超過的話會被國家罰錢 我的日本朋友說 他一剛出來工作就有20萬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福利 比較好一點 我朋友之前他就是在 又去日本工作 然後回來他就有聊天 就有跟我講到說 他覺得日本的福利很好 他們的那個底薪都是 6到8萬台幣起跳 然後他們超過三個月的試用期 還有20天給人家可以用 然後他們通勤啊 其實都還有給付 我就覺得很幸福 因為上去 給自己的壓力也很大 要求員工比較多 所以可能就是 沒有自己的私生活 那...就會比較不幸福 很認真在工作 然後在禮貌上面 又很注重禮節 所以應該比較快 所以壓力應該會比較大 剛剛剛才還有一個說 超過試用期 會有20天的年假 對... 就一年有20天的年假 對 20天年假很多 很多耶 台灣多啊 是真的可以用還是說 真的放得到嗎 我覺得有是有 但是 很多人不敢說出來 我要用這個 還有一個 注重前輩 這個他剛剛講的 前輩晚輩 上班壓力太大是不是 對就是 小朋友的時候是 學校 老師是最大 對 然後就國中 高中 就前輩是最大 然後就社會 就是老闆最大 這樣的一個 教育的方法 所以就 壓抑自己 OK 你要習慣 因為你結婚以後 因為老婆是最大的 老婆是一輩子 喂 怎麼妮可突然掏心掏 而且我覺得妮可 瘦了 所以日本的工作內容是 責任加班制 平均一天九個小時 跟台灣其實也差不多 差不多 但我覺得他們遠超過 對 日本人就是 真的不敢講說 我這麼努力喔 這個事情 所以就 我要加班費 這個不敢講 說不出口 對 有點說不出口 那如果講了有效嗎 好可憐 會得到嗎 就是老闆那個 冷凍起來 或你下個月就可以 這樣一年平均休假 一年有133天 唉唷 好多喔 不錯啊 對 還滿多的 然後平均薪資就指的是 剛剛出社會的 有 25萬日幣 25萬日幣 6到7到8 跟剛剛那個街坊講的差不多 差不多 8萬 然後特有福利是 不管住多元 車錢公司包 是喔 對 交通費 對 那他有沒有給你一個限制 不能超過多少錢 有 有限制 不能坐計程車吧 對 對 不能不能坐計程車 那個就是看距離 你的家到公司的距離 比如說兩公里以內 是不會接你 大概多少錢 那兩公里以上到幾公里以內 就是多少錢 喔 這樣固定的啦 你自己去花啦 對 但是每一個人都有這個福利就對了 對 喔 那你們的那個 日本公司的員工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互動嗎 比如說一般上班族的一個團隊 一個部門 每個月可能是會 強制的參加一個聚會 聚唱會 對 日本 日文叫做喝酒會 喝酒會 對 因為日本人很 很開心耶 對啊 很開心 對啊 可是那是跟自己喜歡的朋友 他講的是說 你要硬要跟你同學 對 上司啊 然後部下都是一起 不會啊 我覺得我們上司部下都是朋友啊 對 灌醉他就好 對 但是 這個是一個好的文化 但是有一點被強制的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 台灣的一個女生朋友 去日本工作 她一開始覺得這個文化很好 很開心 但是越來越她不想參加了 是因為最後一定會 那個老闆是喝醉 然後在聚酒屋睡著 然後就最後要處理這個事情 就是菜鳥的工作 對 很累 然後就好像我不是這個工作啊 然後就很累 明明就已經到了十二點一點 然後就不能回家 老闆說結束之前 那不去會怎樣 對 不行不行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如果你那天生病 或是你小孩生病 怎麼辦 就 就看起來好好的 這樣子一起來 還要強烈歡笑 因為這個 對 因為這個時間其實 對日本人還蠻重要的 因為這個時間這時候才可以跟老闆 就聊天交流 對對對 在公司是不可能這樣子聊天 你以為這已經是最黑暗面了嗎 蛤 他們生完小孩 還沒辦法 你們是不是生完小孩要立刻回去工作 對 蛤 我剛剛聽了可以一年可以休假 我覺得很厲害啊 蛤 隔天就要上班 比如說爸爸是一定要馬上嘛 就沒有沒有休息 對 然後媽媽也是沒有幾個月吧 就可以自己可以OK的時候就可以 交換上班 對回來工作 所以真的很吵 所以難怪那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開那個日本拉麵跟日本合作 所以他們會有日本技術教日本的師傅來 大概來大概要待在台灣待一個月左右吧 我們提供給他宿舍 結果一個月後 我就說你不是要回去了嗎 他說Paul先生 我沒有要回去 我決定在台灣定居這樣 他會太棒了 他說真的假的 你為什麼要留在這邊 他說沒有我在這個月覺得好開心喔 這樣 因為覺得那個壓力好小 而且你們台灣 他說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壓力很大對不對 對 看我們覺得說你們好輕鬆喔 是喔 因為他覺得說除了剛剛講這個喝酒會以外 強制要去喝酒會以外 還有很多人是喝完酒以後 他說如果沒有電車回家 因為那個計程車又很貴 很貴 如果過去的話可能要好幾千塊 他們沒辦法 所以只好睡在那個所謂的網咖也好 他還說還會睡在 他們跟我說過睡在24小時那種 像樂雅那種家庭咖啡廳 家庭餐廳 因為那個24小時開的 他就點一杯咖啡就在那邊睡 睡到以後 早上五六點起來 有電車 那有電車一般我們想說 已經天亮 我們是直接去上班對不對 錯囉 他說他是要直接搭那個電車回他家 換好衣服 換衣服 因為他們覺得說你如果穿同一套衣服很不禮貌 回家去做一個小時候回家去 換了一套衣服後再直接再過來 所以他就覺得說光這個通勤啊 跟這個喝酒跟這個應酬的這個文化 讓他完全受不了 他覺得說台灣好開心 而且既成車誰朝誰到 真的 都可以回家 你知道他就好開心 他就決定定居在台灣了 我覺得是真的 因為我去年去開了那個同學會在日本 好悲傷 然後你知道嗎 我有個同學我跟他約說 那我們就吃飯 別的同學都很好約 就我有一個在日本上班的同學 很難約 他就說 我們約在我公司 同一棟大樓裡面有一個餐廳 我們說好 那我們就去 大家就配合他的時間去 去到那邊之後呢 他就他說 不好意思我只有40分鐘可以吃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他就說因為他還要加班 我覺得那也就算 然後忽然你知道 我們吃到一半的時候 他忽然站那個玻璃前面 看著外面喔 然後就說 他說 我有好幾天沒有這樣好好的看外面的天空 你看他 他是很高級的主管耶 我說的是那個水果的主管耶 他就說他已經好幾天沒有看過外面的世界 他說 他已經忘記說 天空就是說 這麼的清澈 我們這天我們就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然後他講說現在對他來講 他說吃東西隨便吃就好 他說他最覺得可憐是在日本公司上班 他覺得沒有辦法回家陪小孩 然後陪老婆 然後沒有辦法固定 就是人家說 聖誕節你要幹嘛 他說他沒有辦法特別的去跟家人約 因為他有可能他的大老闆 會有什麼工作 或是說他要陪他們喝酒 或者是說打球 好可憐喔 真的很可憐 我想問一下 那在日本的平均 這個國人啊 憂鬱症到底高不高啊 啊真的多 有啊 有啊 看喜賴劍的樣子就有啊 他很開朗啊 看名字就很開心的樣子 喜賴劍那麼 就是日本是全世界最多自殺的旅 對 原因都是 超高 他們壓力 對 原因都是工作壓力 太大 因為我在日本的時候 因為我去日本學了一年日文嘛 然後那時候認識的一些日本朋友 我就很好奇問他們說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想說 要不要定居在日本 然後在那邊工作 然後就好奇 問一下日本朋友 就是他們的工作環境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剛好就 蠻喜歡漫畫 所以我就會對這個行業 有點興趣 雖然不是要去那邊上班 但是興趣問一下這樣子 然後問朋友說 你有沒有認識一個在漫畫這一行上班 他就說 對 千萬不要碰 他就說 為什麼 他說 這個行業呢 大概平均是15個小時左右吧 然後你下班就是掛債公司 你就是這麼累 然後他就是可能只有 他可能只有三天能回家 那四天就是掛債公司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五名是誰呢 是 因為只剩第一名跟第五名了嘛 對不對 還有什麼地方呢 還有法國 法國跟 義大利 那我們就來看第五一名是 義大利 義大利 我們來看一下Visia 他們暑假 就是整個月都可以放假 對 就跟小朋友一樣 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 都是有新假所以很羨慕他們 我之前有看過新聞就是 他們 老公死掉 老婆還可以領他們的 腿休筋 就覺得還不錯這樣 因為我之前有義大利的朋友回來 然後他就有跟我講說 他們的中午的 午休時間很長 大概是 台灣人的兩到三倍吧 是覺得很好啊 中午可以休息這麼久 我一次去義大利 逛服飾店的時候 中午的時段想說 整條街什麼的暗都沒開 結果正當我很難過 要離開的時候 整條街又亮了起來 原來他們中午休息時間 有三個小時 才我都想英明去義大利 你們暑假整個月可以放假喔 我們是五周 但是如果你剛好沒有辦法放假的話 跟美國一樣可以累積 比如說你聖誕節的話 變成可以多放兩個禮拜的假 他為什麼可以放暑假 是因為配合小孩嗎 沒有 因為我們有一個概念 就是夏季節 每一個人有資格跟權利 可以就是過夏季節 還好一點 五個禮拜 五個禮拜 五個禮拜算還好 五個禮拜 小孩子放兩個月 對 因為我覺得說 像義大利最最最幸福的職業 就是老師 因為他們一整個小天 有三個月可以放假 而且都有錢 聖誕節 因為你知道義大利 沒有 這個不算什麼 等一下 因為義大利 是天主教國家對不對 所以聖誕節 還有一整個月的時間 可以放假 整個月 復活節兩個禮拜 然後所有跟聖母馬利亞有關的 那個假期也可以放假 而且都有錢 所以你想幸不幸福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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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剛剛說 那個老公 就是走了之後 也可以拿到 就是老婆把老公害死了 沒有 太囂張 是你想 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 比如說如果今天小梁 小梁哥說的老公走了之後呢 是 你每個月給我的生活費很多 肯定很多 那你走了之後我怎麼辦呢 對 對 照顧的改變 對 當然不是全部 但是大概有80 對 退學金的80%都會有 80%都會有 然後 大家說我們午休 就是休很久對不對 這是沒錯的 因為我們就 你們知道這個說法嗎 Dolce Far Niente 就是無所事 這是我們自己發明的 那我們覺得說 一定要好好享受生命 示範要多久 大概兩個小時 二十分鐘不就可以了 兩個小時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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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兩個小時 然後從公司到餐廳 然後從餐廳回到公司 至少兩個小時 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吃飯啊 點餐到 坐下來 喝飲料到點餐 就已經40分鐘了 對 還有一個小時 餐廳那麼大 他們來是先點飲料 然後聊聊 大家聊完了才在點餐 可是你們想 可能我們有點誇張 OK 我承認 但是吃飯不是很健康的一件事嗎 就是台灣 我看到你們吃便當 然後痛起來 根本不知道在吃什麼東西 我覺得可能對身體不是很好 不會啊 我們都會看排骨飯 吃完才知道沒有 吃完才找到排骨飯 還是會看一下 還選便當耶 好玩笑 然後比如說 我有一個很好很好的 台灣女性朋友 她去義大利工作的話 她想說 我想要給老闆看 我有多拼命 我有多努力 她肯定會就是跟我說 妳好厲害 結果 她被罵翻天 因為在義大利 如果你拼命加班 代表說 你沒有效率 然後老闆看到你這樣說 對 你到底在幹嘛 你有道理啊 對耶 對 結果她學了聰明 到最後她說好嗎 那我現在 午休也要休息三個小時 結果那個老闆跟她說 你看你現在學會了 你比較有效率 棒棒棒 她就很開心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義大利的狀況 一週是三十七個小時 好少喔 少了三個小時 然後一年可以放到一百四十年 然後平均薪資 也沒少啊 三千美金 代表這個要看 因為義大利分很大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上班族的話 可能一千五到兩千歐元 就是六萬到八萬台幣 當然比台灣多 可是沒有多多少 然後如果你是政治人物 一個月是一萬八千歐元 政治人物 政治 一萬八千 那你知道政治人物一個禮拜工作多久嗎 不知道 三個小時 一天半 一整個禮拜 所以上個禮拜義大利的新聞 他們有告這件事 然後說這根本不合理 效率好好的 他們 沒有啦 當然是騙錢嘛 他們去那個國會 一直做一天半 然後什麼都不做 對 然後 老師 如果你是大學教授的話 四千歐元到六千 所以其實 要看什麼工作都不一定 差很大 但是平均來說就是一千五到兩千歐元 就這樣子 然後 特有福利 我們剛剛已經說 全國一起放暑假 好開心 好開心哦 他會把醫生去你家看你有沒有神病 如果你不在的話 就會被發射掉 哦 會抓你 可以說話 哦 所以他有兩個事情是 那個 老師去檢查的時間 對 而且如果他們是十二點零一分來的話 不算 你可以出去 他們沒有資格收任何檢視 因為他們遲到了 只有十點到十二點 一個五點到七點 才可以來你家 哦 哦 對 那請問員工之間呢 會有什麼特別的文化 這個 比較 我覺得比較難過一點 因為其實義大利的辦公室是非常冷漠的一個狀況 而且如果有 空調都很冷 哇塞 哈哈哈哈 沒有 我們幾乎都沒有空調 不好意思 我們是北七福然後都沒有任何人敢出面說話 我要講我媽媽的例子 我媽媽她是盲人 二十五年前她是市民 但是每一天到上班的時候呢 她是市政府接聽人員 她就接電話這樣子 哦 接電話 她的同事每一天早上 她剛市民的時候每天早上到工作 她們會放一些假蟑螂加蛇 放在那個電話上 為什麼呢 因為她們不敢相信她是盲人 因為她看起來很獨立 說不可能 你就騙人 而且義大利有很多她們就騙那個政府的錢 拿到那個補助 所以她們就死了一不小心 她們希望她可以露出馬腳 說如果你現在沒有被嚇死 代表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可是每次坐下來 接電話 她就被嚇死了 她又是真的蛇什麼之類的 到最後鬧很大 她們就告她 她們就告我媽說 妳是假蟑螂 然後到最後 她們就去那個法院 然後去醫院檢查 她是不是真的蟑螂 但這個是我媽媽的例子 當然我比較清楚 但是跟這個有很多很多每天新聞 我們都在聽類似這樣子 在上班 就是上班族之間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真的很 有點可悲 哇 但不會有什麼吧 不會有同袍愛了耶 完全沒有 比後宮那個 後宮 真的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對 好啦 我們最後第一名 當然就法國啦 沒別人了 哇 因為法國很長時間 在罷工嘛 我們可以這樣子 因為法國一年 會有150多天的假期 然後一半以上 她們的時間都是去旅遊的 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她去法國工作 然後她們工作一年的話 除了平常休假以外 還有五個禮拜的休假 所以我覺得她們是最幸福的人 好像工作時間比較短 然後下班之後 老闆不可以打電話給員工 就是完全私人的時間 因為我之前有看新聞說 她們韓牛來都可以 就是不用上班 法國的很多公司都有提供甜點啊 然後還有前菜主菜 就還不錯啊 有一個朋友在法國旅遊過 然後她去那邊百貨公司逛街 那個 因為她們櫃姐五點都下班了 所以她們有很多時間 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 有甜菜主菜甜點 她很好打發 她以為在吃吸體牛排 是不是啊 蛤 有這樣嗎 差不多 差不多 這麼多人工才了 太假的 但是她的公司 她的公司上一百個人以上 她們一定要自己的餐廳 你們國家的平均工資跟工時 我們看一下 我給你看 這個是我們法國的 平均一週工作三十五個年 這個最少的啊 好棒喔 一年休一百四十天 對 平均薪資是一千一百五十塊 最低的薪水是一千 這差不多 四萬多 差不多七萬 三萬七 這是最低的 三萬七 是不是還蠻低的 很低的 這是最低的 法律最低的 法律規定最低的 對 一定最低的 一般的人大概是八萬 欸 生小孩呢 生小孩 老婆可以是十六個禮拜的收假 但是老公沒有 那有錢哪 他們現在在聊天 大概我們要八公多一點才會有 你們八公不夠啦 真的 特有福利就是下班時間 公司禁止打員工 對啊 誰打員工 他打 OK 對啊 我們覺得也是 這個是新的法律 大概有一年多而已 但是我們覺得你 你工作以後是 完結 哇 這個還入法 你不要工作 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接電郵 你要什麼 接電話 然後要補給電郵 也是工作啊 為什麼 那剛剛說那個真的很誇張欸 員工餐廳 一百元餐廳 原菜 煮菜 對 不過那個也是不少的那個花費 那你們中午休息時間 吃飯要多久啊 大部分的人是兩個小時 哇 沒有 在公司裡面 吃都要兩個小時欸 對啊 你才發給我吃飯欸 你需要時間啊 像義太利一樣啊 要慢慢吃 然後要喝咖啡 哇 可是萬一我公司規模沒有那麼大 我沒有餐廳怎麼辦 那怎麼辦 外面吃 公司會給你餐券 餐券去哪 餐券 餐券對啊 然後大概你付20%是這樣 然後公司付另外一遍 哇塞 然後你可以用這個 你可以去餐廳那時候 也可以去家樂服啊什麼的 買菜啊什麼什麼的 所以他等於知道沒有員工餐 他就給你餐券 讓你自己去外面吃 就這樣 而且好像是通用的欸 通用的欸對 都可以用 他應該是像那種獻金券那種 獻金券那種 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是專門從台灣去法國 藍帶學甜點 而且在法國你們是不是很 鼓勵大家休假放假 我就是想去法國找他 他跟我說 你每年的七月來就好 七月來就好 我說為什麼 他說 因為法國是那個巴黎市政府 會把真的海灘裡面的沙 運到塞納河畔吧 塞納河畔原本是車子走的 然後變成整片的海灘 不是這樣就沒事囉 上面會擺那個 那個曬太陽的椅子啊 陽傘啊 打沙灘牌球的設施啊 欸還發兩百個比基尼女郎 住在那裡 沒有 原來不是沒有啦 那不是外景 然後酒吧全部就設在那裡 鼓勵你趕快下班 就來這邊度假 來這邊休息 是這樣對不對 對啊是這樣 而且七月其實放過 我根本沒什麼人啦 大家不是都去避暑了 對啊 一般的人也會收假去南部 或者去海邊 什麼都收假啊 天啊 聽了那麼多福利 所以今天第一名就是法國啦 耶 幸福 這個人比人真的是氣死人啦 喜賴慶你要撐下去喔 加油 那我們聽聽就好了 還是努力工作啦 因為呢 你還有 不要這樣子啦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我們二分之一強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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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 去年 有錢 や 有錢 回來 你 有錢